这个男人把自己的师尊压在身下 手不倾不中地揉着他的腰 刚好介于调情和戏弄之间 他微微俯身压住精疲力竭的师尊 又伸手捏住他的下巴 强迫他直视自己 嗓音沙哑低沉 师尊弟子爱您 您这辈子只能乖乖待在弟子身边 狂热的吻又落了下去 天职的战友 肆意的侵略 突然女人从梦中惊醒 他慢慢坐起身 果然是九族饭饱私盈玉 他最近果然还是吃得太多了 做春梦也就算了 对象居然还是那个一心 想要杀自己的全书 最大反派大佬柳成枝 虽然他面如关玉 八块腹肌 可那是自己能够肖想的吗 他叫洛出 他倒霉魂穿成了之前 看过的梨花寨里同名同姓 对反派做尽坏事的恶毒世尊 原文里的他表面 清高孤傲气质斐然 实际上却内心变态心狠手辣 梨花寨里 他喜欢的不是天赋异禀 有着绝世美貌的女主袁莫里 也不是自带金手指 在修仙界一路开挂的男主萧辰 而是用来衬托他们的美强残反派柳成枝 原本的柳成枝 虽因象征不祥的蓝黄一同受尽欺辱 童年悲惨 但并未影响他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甚至在十四岁时 拜入云上仙府落出尊者的门下 本以为柳成枝的不幸可以就此停止 然而 这却是他坠入深渊的开始 世人面前先锋道步 修为极高的冰山美人 却是个心理扭曲 基于弟子美色的变态 他力排众一收柳成枝为徒 仅仅是因为看上了柳成枝精致的容颜 他多次想柳成枝行不苟之事 甚至用尽各种下流手段 然而柳成枝都一直坚定 在遭到柳成枝拒绝后 落出从此怀恨在心 很快便收了男主为徒 将柳成枝冲如长旅 他对男主宠爱被制 却把对男主爱而不得的愤怒 都发泄到柳成枝身上 甚至费尽柳成枝修为 并挖其心头血住男主修炼 在落出日复一日的残忍折磨下 最终硬生生的将柳成枝这个修仙奇才逼至堕磨 成了梳理血腥残忍 杀人成瘾的病交反派 柳成枝堕磨后 将那些曾经欺辱过自己的人 一一折磨和杀害 而落出是其中之一 而堕磨的柳成枝也被男女主合力绞杀 抛尸荒野 看到这里落出也哭晕了过去 醒来就成了书中人 更可恨的是 自己还莫名其妙绑定了一个垃圾橘猫系统 非要逼迫他完成恶毒师尊的所有主线任务 不然就让天雷劈死他 此时醒来的橘猫看着他醒来 就逼着他开始做任务 今天是收徒大会 叫他赶快去收大反派柳成枝为徒 可落出冷漠的响点拒绝 一旁橘猫上窜下跳 恨铁不成钢的道 你不是柳成枝的七妈粉吗 你家在宰受了那么多非人的折磨 你就不想找到他 带他脱离苦海吗 可落出谈了一下 他的脑袋不以为然道 带他来这里 他就不用受虐待了吗 再说了 我是他的七妈粉没错 可我那是对纸片人的喜爱 现在就不一样了 他要杀我 我再喜欢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啊 橘猫见落出没搭理他 秒变可爱用小爪子踩了踩落出的衣服 哪生哪气的好言劝道 可你要是完不成任务 就要触犯天雷魂飞魄散了 去嘛去嘛 还没等他说完 落出便一巴掌拍到他脑门上 不去 不完成任务被雷劈 完成任务被人捅 反正早晚都是的死 说着落出也激动了起来 只向上天 你要真有本事 现在就让那天雷劈死我 话音未落 轰的一声 一道天雷直接劈中了他面前的桌子 桌子瞬间被击成了两半 看着面前正在冒烟的桌面 吓得他身体微微发颤 捋了捋嗓子 轻笑两声 咱做恶毒炮灰这一行 不就是为了塑造无脑做死的形象 推动剧情发展 渲染悲凉气氛吗 随后带着橘猫大步往屋外走去 我都懂的 走吧做任务去 我最喜欢做任务了 女人穿越成病交徒弟的恶毒世尊 而系统还逼迫他完成恶毒世尊的所有主线任务 必须将他虐成残暴的大魔王 不然就要用天雷劈死他 正当落出想拒绝时 一到天雷就劈了下来 落出只好留着泪强装 笑颜的带着系统去做任务 来到收徒大会上 大殿外几十名弟子恭敬的站在两旁 刚走到台上 芸心仪就迎了过来向他打招呼 这个温润如玉的男人就是小说里原生的师兄 只可惜这个男人暗恋原生多年 最后却被原生给害死了 真是罪鬼啊 不一会儿弟子来报 掌门 幻境迷踪的试炼已经结束 只有一个全灵根的少年通过了测试 芸心仪兴奋的叫快快把人带上来看看 随后一个全身脏兮兮的 身材瘦小的少年 公公静静的跪在地上低着头 芸心仪也不嫌弃 只是温生道 孩子把头抬起来 当他抬起头来那刻 众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蓝黄一瞳 洛书一眼就认了出来 他就是孩童石器的柳成枝了 此时掌门刚才喜悦的表情顿时沉了下去 蓝黄一瞳不祥之兆 云上仙府不能收你这样的徒弟 请回吧 此时菊帽拉着洛书的衣服使劲摇晃 你再不出声 柳成枝可就要被胆下山了 皇上不急太奸急 再等等 洛书悠闲地端着茶 一副看戏的模样 既然他以后不得不完成 虐待柳成枝的任务 现在得想办法刷好感才是 只有在他最危急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他对自己才会更加心怀感激 那少年听了这话 也没争辩 仍旧跪着 只是难难道 我没害过人 不必再说了 掌门挥手打断他 仙门百家荣不得你 云上仙府更是荣不得你 子初速速送他下山 子初恭敬行礼后 便去拉那跪着的少年 可这时的他像是丢了魂一般 轻飘飘地扔出一句话 我原本以为 你们修仙之人是不一样的 结果还是跟那些欺负他的人一样 都觉得他是个怪物 随后他甩开子初的手 站起身大骂 什么修仙名门 你们和那些迂腐的贩夫走足 有什么不同 这话可惹恼了长生风风主 不自量力 一掌击雀 将少年直接打飞了出去 撞在了石柱上 碰得他不停地咳嗽起来 此时洛出慌忙跑上前大喊 够了 这可怜见的 没事吧 摔坏了没有 众人看着这冰山美人的表现都惊讶了 洛出没想到自己喝口茶的功夫 反派怎么被打成这个鬼样子 要是真把他打死了 自己也得陪葬 此时系统疯狂地进行人设维持警告 高冷人设不能崩 没办法 他只得皱着眉 居高临下地看着少年 不忍心却也只能装出一脸嫌弃冷冷的道 真脏 少年看着洛出变相洛出身手 洛出后退一步 别碰我 少年愣住了 仙人刚才明明想要救自己 可为什么又这么凶地对他 这时少年看到了洛出表面他很凶的样子 可内心却是在心疼 似乎与别人不同 随后他低头唇角一勾 原来是这样啊 并装出一副处处可怜的模样 局促地用手攥着衣角 进屋叶着哭起来 还不停地念叨我太脏了 会弄脏仙人的衣服 仙人不高兴 所以不抱我 说完他用力地摩擦衣服 似乎想要把泥灰都擦掉 洛出此时心里去揪了起来 看着宰宰实在太可怜了 随后蹲下身抓住他的肩说道 你跟我走 此时少年已哭得梨花待遇 随后又唇角微起 世人皆知 狼黄一同未不祥之兆 须避而远之 却不知 他被嫌恶的根源 却是能看透人的灵魂 轻易利用人心 这个少年生的一双狼黄一同 能洞察人心 若出实在是不忍心他这可怜模样 便俯下身为他擦去眼泪 问道 你几岁了 少年脸下眼眸轻轻地说道 我十四岁了 若出一正 居然都十四岁了 怎么才这么大点个头 还是太瘦了 得好好养养 随后又问他可否有名字 他却说自己从出生起 身边的人都叫他柳英 若出陷入沉思 连名字都没人取 随便用一个英字取代 可见他的爹娘有多么不在乎他 乐指君子 福里成枝 我希望你以后能顺遂快乐 用善行去拯救苍生 从今天起 你就叫柳成枝吧 若出说着便摸向他的小脑袋 少年一遍又一遍地 重复着这个名字 似是有些难以置信 开心的一头扑向 乐出抱住了他 我喜欢这个名字 乐出看着怀里的人质感 现在的反派都这么好拉拢的吗 随后一手抱起来 他回头说道 这个徒弟你们不收 我收 在场的人又是一惊 可风主再次上前提醒 狼黄一同乃是天降灾星 收他为徒恐怕不懂 历代魔尊将士都是狼黄一同 没取他性命放他离开 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可乐出只是淡淡的几个字 我只要他做我的徒弟 我清雅风的事 何时轮到外风的人插手呢 看着乐出已露出冷力的眼神 云星一上镜打圆场 此时南越风风主说出 有一个折中的法子 就是举行放血消灾仪式 可以通过此法来消除 他体内的魔怨和霍原 也能给大家一个交代 可乐出并不想这么做 因为现在的柳成之 一点修为都没有 此时系统突然播报 让他亲自对柳成之 施行放血仪式 可自己记得原书里 明明没有这个情节的 以他现在的体质 怎么能熬得下去 放血仪式要持续三个时辰 可怀里的柳成之轻声说道 自己愿意 他想留在仙人身边 乐出犹豫了一下 也只好答应 并向大家表示 放血仪式自己要亲自施行 若有谁再拿狼黄一同 说是欺辱他 他绝不会轻易罢休 就这样 看着少年的血一滴一滴的 滴在木盆里 直至放了满满的一盆 乐出焦急的看着 那还没烧进的香 只感觉为何他烧得这么慢 时劝一到乐出 这位少年松了绑 抱着他就要离开 此事系统提醒 主线任务完成 奖励黄魂丹一颗 乐出把少年放下 要为他疗伤 可少年已经奄奄一息 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后断了气 这个少年被绑起来 放血三个时辰 直到放满了整个木盆 可当乐出把他抱下来 才发现他已奄奄一息 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后断了气 乐出急的连忙叫系统 要求把刚才获得的奖励黄魂丹拿来 可系统觉得 现在人物主线剧情 才进行百分之十 怎么就开始用道具 可乐出黑着脸威胁到 在废话就把他的小鱼竿没收了 橘猫无奈只好给了他 直到把黄魂丹喂下 因为这黄魂丹 可助他气死回生 看他慢慢恢复鼻戏 才松了一口气 晚上柳成之从昏迷中醒来 就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温暖的床上 随后才想起是仙人救了自己 他猛地坐了起来 不停地叫着仙人 此时乐出端着一碗 要笑盈盈地走了进来 连忙叫他快躺下 万一牵动伤口就麻烦了 柳成之却愣愣地看着他哽咽了起来 放血时没哭 怎么现在反倒哭起来了 洛出轻轻为他擦拭掉眼角的泪水 你该改口吗 柳成之一惊 疑惑到改口 随后突然想起 缓缓开口 师尊 洛出微笑地硬着 只见柳成之开心地跳了起来 连连地叫着师尊 随后柳成之看着室内的装饰问 师尊这里是哪 洛出告诉他这里是尹兵阁的偏市 以后他就可以住在这里 柳成之看着周围的摆石又问 这里是您的家吗 洛出一边递着手中的药一边说着 以前是 但现在是我们的家了 此时柳成之激动地扑到他的怀里 谢谢师尊 弟子一定会一辈子对师尊好 永远不离开师尊的 从今以后 我便是为了师尊而活 除了师尊 谁都不能让我死 夜里 柳成之在床上兴奋地翻来覆去地打滚 仙人是自己师尊了 以后自己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这时只听见轰的一声 床被他给弄塌了 没办法也只好出去找师尊 当他走到洛出房间时 看到的就是一只橘猫和师尊相拥而眠 看着眼前这场景 他生起来一丝丝的醋意 随后一手拎起橘猫随手往旁边一扔 自己便爬上了师尊的床 睡到了师尊的身边 闻着他的味道 刚刚说的徒弟居然在深夜爬上了师尊的床 而且还小脸通红地留着哈喇子 嘴里还不停地叫着师尊的名字 洛出突然想到了刚穿越那晚 做的被徒弟压在身下的春梦 顿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脸羞的通红 不过看着身边的徒弟 瞬间想到他还是个孩子 怎么可能会做出那种事 应该是昨天受到了惊吓 才不敢一个人睡吧 他本想抬起手将徒弟的腿挪开 没想到他居然一下又将腿压了上来 真是没想到睡觉这么粘人 14岁就学会爬女人的床了 长大了还得了 洛出小心翼翼地向他身下塞了个枕头 随后自己翻身起了床 可刚刚下床 徒弟就醒了 一把将他抱住说要跟他一起去 他拒绝了 还以为他是无聊 并叫他先去后山的树林里 修炼半个时辰后再回来 柳成之双眼充满无奈 也只好答应 随后他带着世尊给他的心法来到后山 仔细地翻看手中的心法秘籍 发现自己好多地方都看不懂 心想等回去了再问问世尊 就在这时一群穿着弟子服的人走了过来 一眼便看出 他是昨日落出尊者新收的弟子柳成之 还阴阳怪气地说着 怎么一个人在这后山修炼 柳成之淡淡地瞟了他们一眼 便没有理会 转头继续看自己的心法 这下就惹脑了来人 看他居然这般无视自己 心中生起来怒 毕竟柳成之昨天还是个没有人要的可怜虫 不过是侥幸被落出尊者收作了徒弟 就变得如此目中无人 看自己怎么收拾他 随后说着就上前 抢过柳成之手中的心法秘籍 嘴还不停地羞辱他 而柳成之看着他把世尊给自己的心法抢走 瞬间月起就要去抢回来 可他见柳成之这般激动 一脸得意 便叫他跪下就给他 柳成之脸一沉 淡淡地说道 自己这辈子只跪师尊一人 可那弟子一脸不屑 说着便将柳成之的疏丝成碎片 还向柳成之扔了过去 柳成之看着这满天的碎片 低沉着脸 抬头时那双狼黄一铜镜充满了杀意 吓得对面的弟子连连后退 突然柳成之感觉到了师尊的气息 瞬间收起来杀意 变成无助而害怕的模样 唯唯诺诺地喊着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可这时让弟子们来了兴致 瞬间冲向他一顿拳打脚踢 脚不停地揣在他的身上 头发凌乱 身上都布满了泥 那弟子还捏住了他的下巴 辱骂着你生来骨子里 便流着卑贱之血 你这种人 就该一辈子活在烂泥里 哪来的脸坐落出尊者的徒弟 可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 眼里充满了愤怒 他没资格做本尊的徒弟 难道你们就有资格 弟子们顿时吓得脸色大变 眼里充满了恐惧 若出无视他们 便走到柳成之跟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淡淡地说道 柳成之你就是这么做我的徒弟的 徒弟为了吸引师尊的注意 故意被人欺负得可怜兮兮 可师尊却告诉他要做自己的徒弟 遇到事情绝不能只会哭哭啼啼 软弱退让 别人是如何对你 你就该如何对他们 此时柳成之愣愣地看着师尊 随后他像是明白了便站起身 一拳就朝着刚才打他的人挥了过去 直接将那弟子打到嘴角出血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柳成之 居然敢打他 可还没来得及反应柳成之的拳头又挥了过来 直接将他打倒在地 让他无还手之力 其他人看着这一幕都吓傻了 也不敢上前帮忙 可洛出在心里暗暗叫好 干得漂亮 我的徒弟还能随便被人就欺负了 打到直至对方连连求饶 这时洛出轻渴两声才叫他停下 柳成之才停下手 站到洛出身边 洛出一脸严肃地说道 你们几个无视长辈训诫 刺意欺凌同门 有辱门归 即月起逐出云上仙府 现场的人脸色大变 慌忙便捷 可洛出脸色一尘并不给机会 用极其威严的声音呵斥道 说自己会去给风主讲明 还不快滚 弟子们觉得这下可真的完了 只好听从退去 这时柳成之一下扑到了洛出怀里大哭了起来 洛出知道他有委屈 并告诉他自己从来不收徒 既然收了他为徒那就是最好的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 无必一个人单着 可以告诉他 柳成之听到自己是最好 开心地笑着说自己记住了 随后柳成之又天真的问洛出 以后师尊会一直跟自己在一起吗 洛出轻轻抚着他的小脸 想着仔仔应该是害怕被再次抛弃 所以才这么不安 便为他擦拭着脸颊的眼泪笑着回忆 当然我是你的师尊啊 随后牵着他的手走吧回家去 可这时洛出突然想起 早上看见柳成之的床塌了 已经命人换了张新床 让他以后不用再往自己房里跑了 可柳成之又委屈了起来 问师尊是不是不喜欢他 洛出说并不是不喜欢 而是他今年十四岁了 师徒睡一张床 不合理节 说他年少读书少 这些东西自己以后会慢慢教他 不用着急 就这样洛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认真教导柳成之功法 日复一日 柳成之也不负他的期望 勤奋刻苦 进步神速 生活方面柳成之包揽了洛出的饮食起居 将清雅风打理得井井有条 同时洛出也被伺候得舒舒服服 朝夕相处间 师徒感情变得更为深厚 一年后柳成之成功铸鸡 长老魄力带他下山历练 等柳成之走后 洛出甚感无聊 种菜喂鸡 养花酿酒 日子一天天过去 柳成之却迟迟不见回来 三年后 百无聊赖的洛出对柳成之的想念日日加剧 感觉他再不回来 自己都快要把这本修仙文过成种填文了 橘猫表示自己也好想念他做的糖醋小排 松鼠鱼 炒肉肉 还说他之前的策略是对的 他跟柳成之搞好关系 说不定他以后真的会饶他一命吗 可洛出得意的说 仔仔被自己养得这么好 为了小命 他也要好好抱紧他大腿 这是一道清雅的声音从他身后响起 师尊要抱谁的大腿 洛出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英俊清雅的少年出现在自己眼前 他已不再是当年那根黄瘦小的孩子 现在五官俊美 身姿挺拔 已经高出他很多了 柳成之温柔的看着师尊说道 师尊好久不见 弟子甚是想念 洛出激动的连忙跑上前打量着他 此时柳成之一把将洛出抱到怀里 师尊我回来 洛出也没想到仔仔都长这么大 师尊我好想你 历练的这三年 每时每刻都在想你 柳成之将他越抱越紧 这时洛出轻轻推开他 并调侃地说道 这么大人了 怎么还跟以前一样爱撒娇 没大没小的 这是一个小男孩端着吃食走了过来 换着师尊吃午饭了 柳成之一愣 脸色一沉 不解为什么他要叫师尊 此时小男孩放下手中的吃食 问师尊他是谁 洛出给柳成之解释道 这是自己前年新收的小徒弟 名幻子归 今后便也是他的师弟了 柳成之眉头紧簇了起来 一股醋意涌上心头 他盯着眼前的小师弟 一言不发 想着师尊又有了新徒弟 洛出拉了拉他手臂 想必他还没吃午饭 刚好一块吃 可柳成之此时一脸阴沉 直接撇开了洛出伸过来的手 冷冷地说道 你们吃吧 我有点累 先回屋休息了 洛出有些不知所措 愣愣地点头说好 想着难道三年没见 宰宰竟是跟自己生疏了吗 自从柳成之回来后 不仅重新接管了清雅峰 还把所有大小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心心念念的徒弟终于回来了 可徒弟却表现得很生疏 原来是因为师尊竟给他收了个小师弟 他一直在吃醋 还好小师弟求生欲强在他面前刷满了好感度 终于放下醋意的柳成之泡好茶 主动走进了洛出的房间 可叫了半天也没有反应 他轻轻走进了卧房 原来师尊还在午休中 细碎的阳光从窗户透进来 洒在师尊的身上 那一刻像坠落凡间的仙子 他轻轻把手中的茶盘放下 走到师尊身旁腐下身 手轻轻地抚上了师尊的脸 看着那张绝世容颜 那温润如玉的嘴唇 弯弯的睫毛 每一处地方都让他心动 他的视线缓缓向下停留在师尊那樱桃小嘴上 他的呼吸开始凌乱 脸颊也开始泛起来红韵 身体也无法控制地向师尊身上贴去 他真的很想亲师尊 一直都很想很想 可他知道师尊不喜欢以下饭上 他强忍住了自己的欲望 只是用脸颊在师尊脸上轻轻蹭了蹭 其实他在心里是很敬爱师尊的 虽然他也很想要师尊 很想很想 直到天黑 洛书终于睡醒了 这一觉可睡得真舒服 这时菊猫赶忙拉着他 叫他快看看系统提示 都提示半天了 随后洛书漫不经心地打开了人物面板 并接受了任务 结果任务是要让他与柳橙之月下对着 对其使用寒春伞 洛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脸震惊 连连掐住了菊猫的脖子使劲摇晃 大叫是不是疯了 可菊猫告诉他不完成任务的话会遭天雷 洛书没有办法 只好接受此任务 想着反正只说用寒春伞 又没说要自己现身 夜里 洛书来到柳橙之的门前敲门 他没人硬 便推门而进 才看见柳橙之裸露着上半身背对着他 洛书悄悄走上前 还以为他睡着了 正打算给他盖被子 结果他居然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一幕 柳橙之满脸通红 薄唇微张 呼着粗气 手里正抱着他的衣服 嘴里不停地念着他的名字 他的衣服滑至腰间 露出那坚硬结实的臂膀与那八块腹肌 还微微冒着稀稀的汗珠 洛书惊讶地看着这一切 他从未见过这般暧昧又禁忌的场面 被吓得不敢动弹 此时柳橙之渐渐清醒过来 感觉身边有人 看清楚后 他猛地坐起 一时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 洛书轻刻两声连连后退 可这时柳橙之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柳橙之紧靠着他 用坚定的语气让他别走 洛书的脸瞬间红了起来 让他赶紧放开 可柳橙之不但没有放 还一手拦住了他的腰 将他紧紧地抱到了怀里 让其紧贴着他的身体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我喜欢你 师尊 洛书想将他推开 可不料藏在衣袖里的寒春伞掉了出来 柳橙之连忙俯下身捡起 还放在鼻尖闻了闻 他愣住了 居然是寒春伞 随后转头勾起一丝邪笑 看向师尊 问师尊是要对徒儿用没药吗 洛书羞红的老脸 连连否认 可柳橙之的身体瞬间贴了上来 轻声道 师尊骗人 他又贴近师尊耳边 指尖还轻轻撩拨着说 可寒春伞明明是从师尊衣服里掉出来的 这还是师尊第一次对徒儿说谎呢 洛书一时紧张了起来 抬头对上柳橙之那炙热的目光 问他知道些什么 柳橙之用手指慢慢卷起洛书的发丝 缓缓开口问师尊可知 为何世人都惧怕蓝黄一同 洛书疑惑地问 难道不是因为历代摩尊都是蓝黄一同吗 柳橙之淡淡地说 那不过是个托词罢了 世人惧怕蓝黄一同 是因为他能看到人的灵魂 可没人想要被看穿对吗 洛书惊讶地愣在原地 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不是原来的洛书尊者 可他竟然还陪自己演了那么久的戏 柳橙之接着质问 师尊从小就教导徒儿要尊师重道 不可于举 他都有在好好遵守 可谓和师尊却破了规矩 要在半夜潜入屋内 对他下药呢 洛书此时急得满脸通红 想要解释 可柳橙之还在调侃着 师尊都想不到借口来搪塞他吗 他的脸凑得更近还帮师尊想一个礼 比如师尊一时色令至婚 想尝尝徒儿的滋味 洛书羞愤的说不出话来 还不等洛书恼羞成怒 柳橙之又说道 那换徒儿色令至婚 想尝尝师尊的滋味如何 话音一落 他便狠狠地吻上了洛书的唇 徒弟爱上了自己的师尊 柳橙之突然吻上了师尊的唇 还向师尊表白 洛书恼羞成怒一把甩开他 怒斥他到底在做什么 他以为徒弟这是疯了 此时的洛书又气又羞 手扬起来想打他 可还没落下 便被迅速站起来的柳橙之抓住 将手一到他的脑后 美丽的蓝色荧光展开 瞬间没入发间 柳橙之凑近他轻声说道 师尊别生气 徒儿知错了 可他的脸还在不停地向洛书靠近 洛书这事慌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剧情走向怎么变成了这样 在内心不停地呼唤着戏统 柳橙之看出来师尊在害怕自己 于是轻声说 抱歉 是徒儿太过心急了 便在落出额头上输入了一股灵力 落出只觉得一阵无力 沉沉睡了过去 柳橙之一手将他揽在怀里 嘴里喃喃着 今夜之事 师尊还是忘记得好 这是他扭头看向门缝里的 正在瑟瑟发抖的橘猫 失笑一声 你都听见了 橘猫吓得喵喵叫 表示自己什么都没听到 可柳橙之发出圣人的笑声 表示自己只相信死猫的嘴 瞬间一道红色灵力向橘猫飞了过去 橘猫闪身躲过 两眼含泪喵喵喵大叫杀猫了 吓得直接跳到落出身上 叫他快醒醒 大反怕要杀自己 柳橙之听着这刺耳的急促叫声 连连让他闭嘴 如果吵醒了师尊 他就真杀了他 橘猫一惊 没想到他居然能听懂自己说话 柳橙之抱起来落出警告他不该问的别问 留他一命只是怕师尊伤心 要是让师尊听到不该听的 他就真会变成死猫 橘猫捂着嘴 眼泪汪汪发誓让他放心 他嘴巴可紧了 柳橙之阴沉着脸撇向橘猫问 那寒春伞是你给师尊的 橘猫否认连连指了指天 试图嫁祸 柳橙之看了看天 心想难道是天道吗 他将落出轻轻放在床上 温柔地轻抚着他的脸 炙热地吻落在落出的额头 他清冷狭长的毛子扶上一层雾气 眼尾上挑 泛着红色 动情的声音带着淡淡的风膜 微微叹道 师尊以后可不能像今晚这般勾引徒儿了 第二天 柳橙之做好了一桌的落出爱吃的菜 落出开心的像的孩子 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感叹徒弟回来了就是好了 这伙食不知道比之前好了多少倍 柳橙之的视线落在 落出正咀嚼食物的小嘴上 看师尊的模样 似乎真忘记了昨晚发生的事 这时落出疑惑地问他 看着自己做什么 怎么不动筷子 柳橙之只是眯眼一笑 没事 只是觉得我不在的这几年 师尊说了许多 该多吃点 说着便起身去厨房端汤 此时落出看着闷闷不乐的橘猫 问他这是怎么了 怎么一大早就一二八计的 橘猫只是淡淡表示他不懂 也不知道怎么向他诉说昨晚的事 要是被大反派知道了 他可真就成死猫了 正在这时叮叮声响起 又是系统的任务来了 显示主线任务四 出席先民大会 收天赋一柄玉树林峰器的天选之子 萧城卫图 并亲自授予昆无剑 此时落出很疑惑 怎么是任务四 怎么跳断了 任务三都还没做呢 橘猫连连打圆场 可能是系统出bug了 落出只记得这个先民大会 是一个月后进行 届时先门百家都会派出弟子参加 袁淑男主萧城也在这里首次出场 萧城虽是宗能外足 却在比试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实力 更在忠实十一外爆发出全灵根 获得了大会的第一名 这一战 不仅让萧城俘获了 袁淑女主袁莫里的芳心 还让她扬名天下 开始了超级无敌吊炸天的天选之路 而柳成之也是从这时开始 过上了被原生落出摧残 可怜没人爱的艰苦日子 不仅被随随便便爆灵根的消沉碾压 还要忍受非人的折磨 一想到这样 落出就激动了起来 都是一本书里的 凭什么男主轻而易举就能得到所有 而自己的宰宰却被暴虐落得个惨烈的下场 这一世既然换了自己来 那自己一定尽自己所门护他余生周全 这石门打开了 柳成之端着汤草的进来 落出发誓这一世要护土而周全 早饭时间他叫柳成之赶快过来 有话要跟他说 随后问一个月后就是先蒙大会了 此次云上先府的弟子都会参加 他先前下山修炼还未参加过 可有压力 可柳成之胸有成竹让师尊放心 自己是已做好万全准备 一定会获得好名次 柳成之心里却想若取得名次 获得黄泉古镜试炼资格 还能额外得到云掌门赠予的昆吾剑 若能摘得魁首 师尊一定会很高兴的 可落出时时都透着关心并告诉他 先蒙大会的举办 旨在让个门派的弟子切磋武艺 友好交流 名次不重要 尽力就好 其实是因为系统任务让他收萧成为徒 并亲自授予他昆吾剑 那萧成就必须是先蒙大会的魁首 而萧成身上有主角光环 怕柳成之打不过而受伤 虽然柳成之的修为也不差 但万一受伤怎么办 柳成之看着陈思的落出 感觉他好似很担心的样子 以为是怕他拿不到名次会失落 看着可爱的师尊 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会夺得魁首 不会让他的师尊失望的 一个月后先蒙大会正在火热的进行着 柳成之一路过关斩将 连连击败众弟子进了中世 虽然他是落出尊者的徒弟 实力也与常人不同 但不过短短几年 柳成之进步就这般迅速 说是天才也不为过 落出坐在风主席 一脸喜悦 看着自己交出来这么好的徒弟 真是给自己长脸 旁边长春风的风主一脸不悦的看着他 还调侃落出 没想到你竟能交出这么优秀的徒弟 听说萧家小公子萧辰也进了中世 你觉得他和柳成之比 谁会更胜一筹 而落出悠闲的喝着茶淡淡的回应着 成之勤勉刻苦 进步神速 萧辰天资卓越 也是个好苗子 两人各有千秋 没什么好比的 很快柳成之和萧辰的对决开始了 两个互相鞠躬 自爆姓宁 萧辰顿时浑身升起了一阵寒意 萧辰连忙侧闪 眼里满是吃惊 感叹好快的剑法 虽然他也强 但看柳成之似乎更胜一筹 直到柳成之最后一击 他怎么也躲不开 剑锋停在他的驳梗间 你输了 柳成之淡淡的说道 他认输了 虽然他自觉实力不凡 可柳成之竟能在三招内将他击败 此人修为实在深不可测 柳成之获得魁首 坐在封主席上的落出大吃一惊 连连质问系统怎么办 不是说萧辰会赢吗 怎么男主光环也不管用了 现在柳成之赢了 那现在自己的任务还怎么继续下去 可系统还是让他按援任务主线执行 可洛出很为难 柳成之是第一名 他却要把第一名的剑给萧辰 这怎么说得通 可系统说不然会遭天雷惩罚 尽管他内心有一万个不愿意 但还是的答应 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此时掌门已经将昆吾剑拿上了台 准备授予给柳成之 柳成之也准备结果 洛出却出现打断了授予一事 将昆吾剑拿走 柳成之以为是师尊想亲自搬给他 结果洛出直接越过柳成之来到萧辰面前 要把昆吾剑搬给萧辰 还问他可愿做自己的徒弟 萧辰一脸猛地看着洛出说不出话来 柳成之猛地站起来 脸色一变 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师尊会这样做 萧辰回道 自己当然愿意 可这件是柳师兄的 他怎么能收 洛出瞥了一眼柳成之 淡淡地说道 这件不适合他 他会有其他的选择 这时只见柳成之脸色更沉了 徒弟为了师尊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可师尊却要把代表荣誉的昆吾剑搬给别人 而且还要说对方为徒 其实师尊也很不愿意 可他也是被系统逼的 现在他虽看不见柳成之的表情 可他却感觉到柳成之此时一定很难过 对他这个师尊感到很失望 可没想到柳成之一抬头 还是像平时那样笑着 通情达理的说道 一把剑而已 师尊自行决定就行 徒儿都听师尊的 在座的人都吸了一口凉气 那可是上古神剑昆吾 他怎么能说的如此轻描淡写 洛书听着松了口气 自家徒弟真是乖巧的让人疼惜 等做完任务 自己一定要好好补偿他 洛书正当要让萧陈拿着 这是一道声音从台下传来 洛书尊者这般做法未免太不公平了 既是柳师兄得了魁首 按照先蒙大会的规矩 这把昆吾剑就干涉他的 何来洛书尊者用来赠予新弟子一说 洛书撇过声问道 你是谁 小女名幻缘莫里 原来是原书女主啊 我怎么说上个场 还自带飞花美颜滤镜 和画风突变的卡兹兰大眼呢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 洛书你也太偏心了 也不怕叫徒弟寒心呢 这时朱千银阴阳怪气的说道 连一向站在他这边的云星衣 此刻都在帮柳成之说话 觉得他此举确实有些不妥 洛书本就理亏 面对众人的指责 他不由的沉默了 这叫他怎么解 要死了 这任务还怎么做得下去啊 洛书正范难 本就冷落冰霜的脸 此刻因为微微皱眉 显得寒意更甚了 这是柳成之上前一步 拿过洛书手里的昆吾剑 递到萧辰面前 既然是师尊给的 那师弟可得好好收着 看着柳成之那张无害的笑脸 好好收着这四个字 一字一顿 明明是庄重的语气 萧辰却听出了威胁之意 让他突然感觉到一阵寒意 痴人嘴软 拿人手短 萧辰本不愿意接纳昆吾剑 可柳成之却松了手 拿剑砸在他手上 剑身突然光滑大胜 密密麻麻的光点 从剑身四散开来 如同漫天银鼓 此时系统提醒主线任务四完成 获得奖励恢复 落出40%的修为 赠送穷之甘露一平 掌门看着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 那柳成之也会说什么 便想大事话小说道 既然昆吾以任你为主 你与此剑有缘 柳之也认同师妹的做法 这件事便到此为止 可袁莫黎并不想罢休 连连阻止 他们不知道袁莫黎也是重生而来 上一世萧辰就是用这把剑杀死柳成之的 萧辰这个复兴汉 自己前世受他蒙蔽错过了柳成之 这一世自己一定要阻止他 可柳成之好好过一辈子 可落出心想着自己一个炮灰反派 都要成全你们这对主角了 你还不乐意了 便开口问他为何不可 袁莫黎灭如这半天说不出原因 他求助式的看了眼柳成之 前世柳成之对他死心塌地 和落出关系是同水浒 想着他一定会站在他这边的 他一双杏眼泛着泪 花瓣般的双唇上被牙齿咬出痕迹 显得更加楚楚可怜 落出一看这般含羞带气的神态 哪里还能不了解少女的心思 而此时自家的徒弟正眼巴巴地看着他 见自己看向他 轻轻眨了下眼睫 唇角微微扬起 眼底有了些许笑意 目光愣是没有分给袁莫黎半分 落出被整无语了 你对我笑得这么灿烂有个毛用啊 你得对女主笑啊 你没看人家小姑娘梨花带雨的 看了你半天了 你好歹瞅他一眼啊 落出不停地冲柳成之诗眼色 柳成之果然紧张起来 上前问道 师尊可是眼睛不舒服 弟子给您呼呼 此时看着这一幕的袁莫黎 捏紧了拳头 为什么柳成之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反而对落出那么亲密 难道自己的重生导致 一些事情的诡计发生了变化 落出一把推开他 这傻子 但凡有点眼力见 女主就到手了呀 想想还是算了 就让为师助你一臂之力吧 落出走向袁莫黎问道 本尊看你资质不错 你可愿做我的徒弟 众人一听都呆住了 这收徒话术怎么一模一样的 而且刚才不是还在讨论剑的问题吗 此时柳成之的脸色也黯然了 袁莫黎想着 如果能成为落出的徒弟 那自己就能光明正大地接近柳成之了 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落出暗手 这下男女主都是自己的徒弟了 以后就算柳成之黑化 自己的人身安全也能有个保障 此时朱千英被这突如其来的反装给激怒了 他落出之前不是自视清高 不想收徒吗 怎么现在这般霸道 竟是一个好苗子都不给自己留 全想着自己收了 便大声喝道 先蒙大会前三名全让你收了做徒弟 你贪心也得有个限度 可落出淡淡的回应道 本尊凭实力贪心 朱千英简直要气炸了 这时掌门上前劝说 你若想要收徒 还有别的弟子 这时萧成快步上前叫住了袁莫黎 问他是不是讨厌自己 因为看他刚才看自己的那个眼神明显带着敌意 难道自己以前得罪过他 徒弟半夜又偷摸进了师尊的房间 轻手轻脚的来到他的床前 看着师尊田静的睡颜 他光滑修长的手指忍不住摸缩着落出的红唇 蓝黄色的眸子在黑暗中亮的惊人 嘴里不停的喃喃道 师尊已经有徒儿了 为什么还要收一些无关紧要的人为徒呢 柳成之俯下身睡到了师尊的身旁 语气带了少许的癫狂 轻轻地抚上了他的脸 师尊的爱 未免太廉价了 他虔诚地亲了轻落出的脸颊 不过没关系 徒儿会让你以后眼中只能看得见我 此时的柳成之眼里是掩不住的占有欲 嘴也不停地表达着自己的内心浓浓的爱意 师尊 弟子真的很爱你 您 这是一道沙哑却带着嘲讽的声音响起 仿佛来自地狱 柳成之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 你又何必自欺欺人 柳成之瞳孔猛然紧缩 回头一看 一团黑雾正悬浮在空中 他立即起身挡在落出的床前 沉声道 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自己先前历练是明明将他甩掉了 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你别忘了 你是半魔之躯 只要你体内还流着魔族的血 就算你去到十八层地狱 我都能找到你 那黑雾笑着继续说道 这女人看着普普通通嘛 以你在魔族的身份 何必委屈自己当一名弟子 非要待在他的身边 随后黑雾飘到柳成之耳边诱惑着他 杀了他 杀了云上仙府的所有修士 魔族的至尊之位 非你莫属 住口 柳成之眼里闪着寒芒 拔出宝剑向黑雾劈去 滚回你的魔冤 别打师尊的主意 没用了 你杀不死我 你若执意要动手 受苦的可是你师尊 此时正在睡梦中的落出再痛苦的挣扎 柳成之慌张地俯上他的脸 不停地换着他 师尊 你怎么了 他愤怒地朝黑雾吼道 你到底对师尊做了什么 一点小把戏而已 会让他陷入最害怕的梦魇之中 我方才的提议你好好考虑 我会再来找你的 说完黑雾便消失不见 此时伴随着头部的剧痛 落出混沌的意思慢慢清晰起来 他费力地睁开了双眼 师尊从噩梦中惊醒 猛然从床上坐起 颤抖着身体蜷缩到墙边 落出 你怎么了 是做噩梦了 橘猫听见他的叫声 跳上床慌张地问道 我没事 落出大口喘着气 缓缓醒过神 他梦见自己被徒弟柳成之杀害 还好只是一个噩梦而已 现实里自己和柳成之师徒关系和睦 只要按照系统的剧情走 一定能避免原书结局的 他拉住柳成之的手 轻声道 抱歉成之 我有些睡迷糊了 刚才打疼你了吧 此时柳成之握住落出的手 露出无害的笑脸安慰道 我不疼的 师尊别担心 落出慌张地抽出手 轻渴两声 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 既然收了萧晨和袁莫黎为徒 自然不能再让他们住在山下 自己准备将引兵阁隔壁的两间天使收拾出来 让他们搬进去住 落出的想法是 如果能将萧晨和袁莫黎接到身边来 自己的人身安全就能多一层保障 不必再这么担惊受怕了 柳成之听后心里一沉 他很不喜欢师尊收心徒弟 但又很快仰起了笑脸 表示自己都听师尊的 还很乐意去收拾 可他转身那一刻脸色变得更加冰冷 很快他便开始打扫天使 落出端着热茶走了进来 让他喝杯茶先休息一下 此时桌下传来嘶嘶叫声 低头一看居然是老鼠 吓得他大惊失色 连忙使出法力攻击 堂堂师尊居然这么怕老鼠 惊慌失措之中在屋内乱打一通 都没有打到老鼠 柳成之赶紧上前制止 师尊你冷静些 落出迅速扑到柳成之的怀里求救 成之 屋子里有老鼠 快抓住他 柳成之抱紧瑟瑟发抖地落出安慰道 师尊别怕 弟子在呢 大手一挥 一道红光从手心中穿出击中了老鼠 瞬间将老鼠烧得焦黑 柳成之笑得眉眼弯弯 师尊可以睁眼了 老鼠已经死了 落出缓缓睁开眼 看着徒儿离自己这么近 还面带微笑 他立即脱离柳成之的怀抱 轻可两声缓解自己的尴尬 柳成之看着这么可爱又害羞的师尊 立即凑到他的身后 表示自己刚才什么都没看见 还开始撒娇 师尊 你离我吗 别不离我好不好 看着落出没有理会 假装失望 好吧 把师尊不理弟子 弟子也不在这里碍眼了 说着便转身要离开 本来早上做了新点心 想着收拾完 就端出来跟师尊一起吃呢 一听到有点心 落出瞬间停住脚步等等 柳成之眉眼一笑 果然还是美食最管用 转身问道 师尊可是还有什么吩咐 那新点心 真是我从来没吃过的 当然 那我稍微尝一点点 落出在徒弟面前怕老鼠 感觉自己丢脸丢到家了 瞬间满脸通红 柳成之笑着摆了摆手 师尊稍等 扑儿这就去厨房 将点心端来 柳成之走后 落出恼羞成怒 一巴掌拍到橘猫头上 质问他为什么不出手帮忙 害自己在徒弟面前丢脸 高冷人设都崩了 那可是大反派用幻术 变出来的老鼠 我哪敢捉呀 为了不让新徒弟搬进来 大反派真的是费尽心机 还让自己来背锅 也不知道几日后的 黄泉古镜试炼 他会不会又搞事情 高冷是尊苗变小师妹 很快到了黄泉古镜试炼的日子 掌门带领众弟子 来到黄泉古镜叮嘱大家 黄泉古镜欲强则强 欲弱则弱 一共要经历三层考验 古镜虽蕴藏无数法器宝物 但也看个人机缘造化 不可抢求 在黄泉古镜里面 看到的一切皆为过往 过去后不要试图改变 事情原来的诡计 否则会被古镜吞噬而死 元叔的落出尊者 在得知肖臣受伤后 强行闯入古镜 想要挖柳成之的心头血 这次落出假扮成长生风 弟子张熙熙随行 如果能避免让肖臣受伤 就不会重蹈元叔覆辙 此时落出正想的入神 可旁边的柳成之 早已注意到了他 总觉得这名弟子有些熟悉 这时 元莫黎走近叫住了柳成之 想与他一同前往 因为有前世的记忆 便信心满满地 想与柳成之一起 找到宝物和法器 可以让肖臣什么也捞不着 可柳成之依然决然地拒绝 冷漠地大步离开 元莫黎伸手想挽留 柳成之很快避开冷冷地说道 请自重 元莫黎不可置信地待在原地 这时肖臣出现安慰道 要好好保护他 还有长生风的裴玉也邀请他组队 瞬间来的群弟子蜂拥而至 都要上前要求全程当他的护花使者 真不亏是拥有主角光环的女主 这让元莫黎勒开了花 这时轻心脱俗地落出 引起了裴玉的注意 便闪到他面前搭讪 站在一旁的大簇钢满脸的不悦 洛书正在得意 自己的伪装连同一个风的培育都没看出来 柳成之应该也没发现吧 可早已认出他的柳成之一把 抓住了他的守王位的说道 张希希 师妹这个名字倒是有趣 看着柳成之靠近的脸 洛书有些慌张 自己用了易容术和伪音术 昨天还骗他说要闭关 他肯定想不到自己会出现在这里 切切地说道 柳师兄模样拿我开玩笑了 柳成之越靠越近 师兄 吓得洛书连连后退 怎么了 我脸上有什么吗 没有 师妹多虑了 柳成之并没有揭穿他 便向前走去 洛书呆在原地发愣 他真没想到这个柳成之 私底下居然是个辽媚高手 戏弄起人家小姑娘来还一套一套的 高冷师尊便装成小师妹 跟随众弟子进入古境阵法之中 来到花坚国 带着前世记忆的袁莫离 觉得这里跟前世的不一样 难道是自己重生导致 黄泉古境里的景象变得不同吗 三百年前有一股国 名曰花坚 根据仙人记载 花坚国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后 彻底消失 没想到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柳成之边说着 手也不安分地伸到了洛书的腰间 洛书若无其事地拍掉柳成之 放在他腰上的手 并问道 你是如何得知的 可内心已不淡定 这臭崽子的手 真是一点也不老实 只见柳成之笑嘻嘻地说 都是师尊教的好 洛书心里一咯噔 难道自己的身份被识破了 可下一秒又想 他应该只是想说 这些都是他师尊教的 想通了这点后 洛书脸上掩不住的得意 真是不错 这小子在外面也不忘夸自己 不过自己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些呢 很快跟着大部队 进入了花坚国的城里 街上的人流如潮 人人都笑容满面 洛书进城就警觉了起来 看着城内的景象十分祥和 和城外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洛书正在疑惑时 一个脸带笑容的老人走了过来 小姑娘 你们是异国人吧 我们花坚国已经很多年 没有异国人进城了 洛书询问老人在这里生活了多久 可有去城外看过 可不想老人从出生起就在这里住着 至于城外 花坚国一向和平 他们从来都没有出过城 洛书看着这名老人感觉越来越不对劲 仔细一看 其他人似乎也都很奇怪 洛书凑近柳城之小声的说道 柳师兄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的百姓脸上出了笑 好像没有其他的表情 柳城之宠一的赞扬着 这都能发现 师妹真厉害 这时裴玉突然对地上的钱袋子起了兴趣 正蹲在地上伸手去捡 突然柳城之一剑将其拔开 裴玉不明所以 柳师兄 怎么了 此时的柳城之严肃地说道 民间曾有传言 掉在地上的红钱袋不能剪 一些富人家会给未婚早逝的女儿配名婚 把铜钱连同女儿的头发放入钱袋里 扔在街上寻求有缘人 若是有人见起 那女子便会在头七那天带走自己的有缘人到阴间成婚 众人都惊呆了 都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只是一个钱袋而已 柳师兄是否多虑了 估计是城中百姓不小心掉落的吧 哪有师兄说的那么恐怖 裴玉根本不相信这样的说法 柳城之痴笑一声 挥起手中的长剑 划开了地上的钱袋子 露出了里面的铜钱和一缕头发 看着眼前的景象下的裴玉一下坐到在地上 露出双手抱胸调侃地问柳城之 这也是你师尊叫的 柳城之笑眯眯地回答着 当然 露出听了一头黑线 这仔子真是张口就来 自己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些的 正在这时 袁莫黎凑了过来 想在柳城之面前刷好感 可柳城之完美地 避开了袁莫黎伸过来的手 顺手就搂上了露出的肩 袁莫黎看着他们挨搭不理地越过自己 愤怒情绪悠然而生 人前他是听话撒娇卖萌萌的小奶狗 人后是心肌腹黑大灰狼 夜里柳城之打着 要好好保护师妹安全的名义 要跟师妹住一间房 露出刚关上门 柳城之就迫不及待地将她揽入怀中 吓得洛出抬手就想给他一巴掌 就知道这小兔崽子想干坏事 可柳城之一把抓住他的手 将他按到门上 这家伙是不是疯了 动不动就壁动自己 此时的柳城之满眼都是自己的师尊 毫不犹豫地向洛出的嘴唇贴了上去 他的吻热情似火 霸道又疯狂 这让洛出无法呼吸 他一把推开柳城之 顺势重重地一巴掌给他呼了过去 大骂灯徒子 可柳城之微笑着也不生气 嗯 师妹教训的是 抱歉 师妹长得颇像我的一位故人 我一时情难自惊 得罪师妹了 洛出火帽三丈 拽紧了拳头 要不是怕用法力伤到这个小兔崽子 自己非得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 你今晚打地铺 若再被我发现你有越决行为 饶不了你 看着师尊乍毛的样子 柳城之雀若无其事地点点头 他没想到师尊这么可爱 洗漱后的洛出坐到了床榻上 看着地上一铺好的被子 这小崽子竟然真的听话打了地铺 看他今日对待张兮兮的言行 看了压在被子下的画本 拿起来一看居然是花尖国密室 一个盗窃少年因为饥荒快要饿死 被花尖国公主温生所救 赐名处介 之后处介改邪归正从军入伍 因战绩显赫 被封为了顾国将军 原来讲的是花尖国公主和将军的故事 只是不知道这书上的花尖国 跟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花尖国 是不是同一个 洛出躺在床榻上思索着 反正闲着无聊 看看能不能从书里找到些线索 片刻后柳城之喜树好 从浴室里走不出来 走近一看洛出居然沉沉睡去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师尊果真一点防备心也没有 就这样睡着了 他轻轻掀开被子 缓缓地躺在了洛出的身边 长夜漫漫 师尊 弟子陪你一起睡 突然窗外传来咯咯声 洛出被这嘈杂声惊醒 瞬间转头就看见柳城之威笑着盯着自己 柳城之正要开口 可被洛出捂住了嘴 瞬间翻身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